7月5日,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动身赴保加利亚访问,并出席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。 中国总理上一次对保加利亚进行正式访问,还是在18年前,提起保加利亚,你可能会首先想到玫瑰花,想到种类繁多的酸奶和葡萄酒,但实际上,这个国家还有很多值得一提的东西。 保加利亚到底是个怎样的国家,和中国又有怎样的渊源,跟国师直通车一起了解下吧。 风景优美的玫瑰之国,因自然条件优越,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农业都比较发达,保加利亚也不例外。 当地农产品有三宝,玫瑰、酸奶、葡萄酒,得益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,保加利亚特别适合种玫瑰,被誉为玫瑰之国。 该国玫瑰有产量居世界第二,占全球需求量的40%,最近十年来,保加利亚玫瑰油年产量,在一到两吨之间,其中90%用于出口。 保加利亚的葡萄酒、酸奶同样为人称道,三四十年前,这个国家曾经是全球第二大瓶装葡萄酒出口国,现在地位虽然不及当年。 但也本居前十名,2016年,保加利亚酿造的葡萄酒总产量,接近1.3亿升,几乎一半都用于出口。 此外,保加利亚还是酸奶的发源地,除了美食美酒,保加利亚还有美景。 该国人称上帝的后花园,海滨油、花雪油、生态环境油、葡萄酒油、探险运动油、玫瑰节旅游等旅游项目多种多样。 2016年,入境游客数量接近1000万人次,图片来源网络中保关系。 也有点